一花一时见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守住本心 才是一个人善良的起因 曾子曰 人人好善 福虽未知 获其原意 爱出者爱返 福王者福还 一个善良的人 终会有善良的福报 任何灾祸都会远离 生活中 一个善良的人 往往被冠以好人的称谓 一个善良的好人 必须承载所有的坏情绪和事情 必须忍耐大度 宽容豁达 并且必须愿意自我牺牲 成就他人 善良 变成了他人对你的万分希望 变成了生活最重要的信仰 慢慢的 善良却成为了一种被迫的自觉 甚至会带来无法预知的伤害 一 你的善良 还不是因为你太好说话 朋友小王大学毕业后 以鄙视面试总成绩第一 考进了当地著名的一家国企 年少意气风发的他 很快便成了部门里最红的人 电脑坏了找他修 报告没人写他来写 甚至自己成了部门中出差最多的人 但是工作中的琐碎并没有消耗掉他的热情 对待工作时 他总是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每次都会出色地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 很多时候 别人未完成的工作 他也会一起协助完成 慢慢的 小王成了部门里的冤大头 工作中一遇到难题 大家都会指派他去做 没人愿意再主动帮忙 本想着这样善良又上进的人 一定会得到奖励 没想到工作几年了 每次晋升嘉奖都没他的份 韩侯老师的小王 只能默默忍住牢骚和抱怨 痛苦又无助 生活中 我们总是听到许多人在安慰自己和他人时 说吃亏是福 然而 每当遭遇不公待遇时 过分的善良 只会让自己变成真正的弱者 因为你太好说话 什么事情一找你就硬 什么东西一要你就给 什么错误你都会原谅 什么伤害你都能接受 于是 人人都想利用你的善良 浪费你的时间 侵害你的利益 殊不知 小心翼翼地维护善良 最终却变成了你最大的懦弱 吃亏是福 原本就是两个概念 将实际利益的损耗 看成是衡量道德品格的标准 本来就是一件有失公允的事情 而那些让你吃亏的人 反倒心安理得的作响去称 生活并不一定会因为你吃了数不尽的苦 就会以真正有用的方式回馈给你 如果你期待的那个福 就是关乎自己的利益 那么与其吃亏 不如大方维护自己的利益 倘若无法避免地吃了亏 那么不计较利益得失的人 又怎会以吃亏是福来安慰自己 等待福报降临的人 其实真正渴望的是那些看得见的好处 能够不再被道德枷锁捆绑住内心的声音 遇到亏欠自己的人和事 多一分忍耐 分得清人生真正的智慧 在关键问题上保持自己的原则 才能弥补吃亏后带来的遗憾与失落 因为守住本心才是一个人善良的起因 二 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委屈自己 作家刘彤说 这个世界上有结果的付出叫付出 没结果的付出叫代价 善良有着最美好的初衷 但最终的结果却不一定都充满温暖善意 心怀善良的人 也可能称在被善良伤害之后的委屈 前一段时间 杭州的卢女士出国去玩 同事让她帮忙代购1800元的化妆品 不好推辞的她只能一口答应了 没想到卢女士辛辛苦苦买回来的化妆品 却被同事嫌弃比旗舰店贵而拒绝付款 甚至劝她退货或者卖给别人 气愤的卢女士大喊憋屈 好心的徒劳只会让自己倍感委屈 人际交往中 我们希望每一份善良都收到应有的感恩 哪怕没有回报 也不愿让人徒增烦恼 伤害彼此间的感情 有些人仗着他人的善良好意占尽便宜 却让那个默默善良的人委屈不已 这样的人只会让蕴藏着柔软而有力量的情愫 慢慢变成回避和冷淡的决绝 朋友小五写儿童心理学 便在当地论坛里建了微信互助群 鼓励解答许多父母的问题 用她的话讲 这本来就是一件愈而愈即的好事 关乎自己的良心 但是善良一旦被倾注了美好的想象 却很可能失去控制 当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都没法与人做简单的沟通和解释时 善良的另一面 恶意便凸显出来 有人开始酸言酸语地攻击她 甚至谩骂诅咒 说她根本是无知冷血 没有善意 这个群就该早点解散 善良一旦复出 便会被无度地索求 如果不满足他人所有的需求 一切的努力都会付出于一句 无偿的付出 填补了自我对善良的优越感 却未曾意识到长远的变化 别让你的善良 招致无端的恶意 真正的善良 从来都不是委屈自己 明明受了伤 还要满足他人的需求 放弃自己的真实感受 与其趋意迁就对方 不如正视自己 将委屈求全的讨好和取悦他人 错当善良 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 若想坚持善良 必先坚持自己 再满足自己与他人之间找到平衡 才能让内心的善良 像永泉一样 源源不断地负责他人 三 善良没有错 但要拒绝一味善良 没有棱角的善良 只会让世界感受到你的确疑 没有原则的善良 只会让人无度挥霍你的善意 含了真正爱你的人的心 请回答1988里 得善的爸爸因为给人担保 而签下了一堆债 一家人只能靠他的工资艰难度日 即便如此 父亲依然会在发工资的那天 可怜那些寒冷街头卖货的老人 将货品全部买回来 而自己家的餐桌上 经常不是土豆就是野菜 一家五口挤在狭小的地下室里 辛苦的日子过了许多年 这样的善良 满足了一个好人的心愿 却让家人承载了许多艰难 善良的前提是懂得先满足自己的需求 倘若不顾生活的前行 一味地选择善良 只会让善良变成一种归欠 你怎么定义善良 这世间便用了善良的智慧 越是善良的人 底线就应该越高一些 这样才能避免因为热情而失去判断力 没有原则的善良就是纵容 没有底线的善良就是软弱 善良不是让别人称赞你好 而是让你学会更加坚定的说不 表姐最近几年工作出色 日子逐渐富裕 可是有人说她 有点钱人就变了 根本不尽人情 其实真正了解她的人都知道 表姐不是变了 而是她有一套自己的原则 每当有亲戚朋友因为孩子上学 家人住院急用钱时 她都会马上借钱周转救济一下 然而面对不合理的理由 她都会非常坚决地拒绝 有个关系听好的大学同学联系她 一张口便让表姐借钱给她做投资 表姐没有立即答应 只是说过两天回复 后来表姐找银行的朋友 对她的投资项目进行了评估 之后便果断地拒绝了她的请求 听完表姐的详细解答 同学不仅没有责怪她 还特别佩服她 善良并不稀罕 稀罕的是你要如何对待你的善良 盲目的善良 只会让你失去自我的底线和原则 善良是做人的底色 因为的善良便失去了她应有的力量 想要保护好一颗善心 要从学会拒绝开始 保护善意不被伤害 更不会祸及他人和自己 才是真正的善良 高情上的善良是学会恩威并失 好好爱自己 好好生活 比牺牲自己更加不容易 因为你的牺牲未必有意义 拥有足够的善良对抗生活的琐碎 远远离一味的付出 无原则的施舍 好心 更加充满力量 国学大师纪献林曾说 善良是一个人内心的安定 一个人的善良 必须是心怀慈悲 张弛有度 不迷失自我 才能最终收获人生的福报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